主席 主席 各位先進 麻煩請內政部 陳部長 來 請陳部長 立委員長 部長好 辛苦了 這內政部的業務包山包海了 我看你今天答的每一個委員質詢人都不一樣議題 那我也再換一個議題好了 部長我請教你 地方自治是不是內政部的主管事項 是 那地方制度法也是內政部的主管 是 那我想請教部長 部長最近有沒有聽到一個新聞 高雄市政府跟高雄市議會 昨天通過了一個自治條例 來 這個自治條例 叫做高雄市既有工業管線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然後昨天在市議會有送出來 然後他說 所有管線的所有人必須將總公司所在 設在高雄市 有沒有看到這一條 我今天報紙看到了 今天報紙看到 你的看法怎麼樣 第一個 這個 依照地治法的規定 像他的自治條例 他的主管機關 直轄市是行政院 對 是行政院 所以將來是不是準於核備 但是由行政院來為之 那麼至於這個 就這個條文來講 我個人看起來 這個對於 這個要限制人民設置公 這個公司的地點 是可能有違憲的 有違憲之餘 違哪條線嗎 能不能告訴我 就好像我們人 要有這個遷徙的自由 我相當的自由權 來 我們看下一頁 其實我們討論有沒有違憲 其實也不是內政部的權限 甚至也不是 是大法官的 也不是行政院的權限 更不是立法院的權限 是大法官才有權利 好 那其實最重要的是 中央跟地方的權限 怎麼劃分 其實是根據憲法 111條來的 如果有全國一致性職者 歸中央 如果有限制個別的 歸限制 應該是這樣 這個原則確立 好 那我們再看下一頁 那這個是 108 109 110條 中央地方權限 他畫得非常清楚 來 再下一頁 好 再下一頁 那我現在要請教部長 剛剛我們看的那個自治條例 他是管線管理嘛 對不對 他是有關管線 管線管理是中央權限 還是地方權限 地方 在地方制度法也有寫嘛 地方制度法的18條 寫得很清楚嘛 管線管理是地方權限 來 我再請教 那工商營運是中央權限 還是地方權限 工商 工商營運管理的部分 是中央權限的地方 我不是那麼熟啦 但是 來啦 在的地方啦 在的地方啦 這也是地方權限 那這樣看起來 這個都是地方權限啊 那違憲在哪裡 但是 違憲在哪裡 現在的問題出在哪裡 我們看下一頁 其實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說 高雄市政府定這個自治條例 到底有沒有違憲 重要的是說 高雄市政府定這個自治條例 牽涉了就是 所謂的統籌分配款的問題 所以要改應該是要去討論這個吧 來來來 所以我們要討論 我就要跟你討論統籌分配款 當然統籌分配款 這個部分不歸你管啦 歸財政部管 好 那為什麼高雄市政府 這麼大費周章要訂這個 那統籌分配款的影響 就是在這裡 統籌分配款 以你的了解 現在是不是依照 它近三年的轄區 營利事業的營業額 還有 人口數 還有土地面積 還有它財力平均 來總的做一個計算公式嘛 對不對 那這個管線的部分 其實就影響什麼 其實就影響所謂的 營利事業的營業額 對不對 你總公司有沒有設在我這裡 牽涉到我的營業額 到底收入多少嘛 是不是這樣 是是 是嘛 來 下一頁 再上 回來 回來上一頁 所以現在的問題 就出在這裡啊 如果營業額在我這裡 如果依照 這個統籌分配款的規定 其實營業額佔百分之五十 計算佔百分之五十 對不對 那 越有錢的地方 越有錢 營業公司越多 公司登記越多的地方 是不是 它的營業額數字又越高 是不是這樣 是 所以其實高雄市政府 是在計較這個嘛 沒有錯 沒有錯嘛 所以應該是從這裡來討論 那當然 我就是要從這裡跟你討論嘛 來 我們看下一頁 所以我們簡單看一個表 簡單看一個表 台北市跟高雄市 其實台北市的人口268萬 高雄市277萬 那台北市的土地面積非常小 高雄市的面積大很多 可是 營利事業 營業額的部分 其實高雄根本不到台北的一半 那最主要就是 總公司有沒有設計在這裡 是不是這樣 沒錯吧 好 那你再看我們嘉義市 我們很可憐 我們嘉義市更可憐 我們土地小 面積小 然後營業額更少 對不對 所以如果照這個 這個計算公司算下去 永遠嘉義市就非常窮 永遠嘉義市就非常窮 所以我今天要跟你討論的是 我們所謂的地方自治 到底要用什麼樣的觀念 地方自治是 補助越多有錢的地方 還是補助越窮的地方 讓國家可以平衡發展 其實差異在這裡嘛 對不對 來 我們看下一頁 那但是現在發生一個問題 現在發生一個問題就是 當六都形成以後 六都形成以後 依據統籌分配款的計算方式 未來六都 未來六都會占掉所有統籌分配款的 61.76% 然後不是六都的 從本來的37變成24 24是由不是六都的15個縣市去分嘛 對不對 包括我們嘉義市 那現在問題就來啦 欸 越散的關係分越久 那所以造成一個國家 有兩等縣市嘛 一個國家有不同等級的公民嘛 是不是這樣 所以這個我了解 我當時在行政院服務的時候 大概也了解 好像有一個統籌分配稅 那個會有一個 有一個統籌的 統籌分配款的計算方式是這樣啊 所以我現在要告訴你 因為你剛才告訴我說 地方自治你是主管單位嘛 那地方自治其實大家 爭來爭去都在爭這個嘛 都在爭錢嘛 還有爭權嘛 對不對 那爭錢的部分就是統籌分配款嘛 那統籌分配款計算下來就是 直轄市最多 然後其他的縣市很少 那直轄市又以台北市最多 那台北市最多原因是什麼 因為你們計算 盈利事業的業額在這裡 而且盈利事業的登記 所有即使我的管線 我的運作通通在高雄 但是我總公司登記在台北 這個才會出現高雄市政府 為什麼要用這個自治條例 是不是這樣 我想它的目的在這裡 沒有錯 目的在這裡嘛 而且根據高雄市政府的統計 如果這些石化管線的公司 都簽到高雄市的話 它的這個光是營業額 這個部分它會多收入27億嘛 那問題來了 問題來了 我現在要問 你身為地方自治的主管單位 你的觀念裡面應該是 統籌分配款 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會造成說 富者越富 窮者越窮 還是說我們應該改變一個觀念 我現在要問的是這個 從地方自治的觀點 當然我們很希望 多照顧一點偏鄉 讓他們有機會 這個能夠發展起來 這樣減少大都會的這個壓力 我想這個 這個也就是我們為什麼 要推動機能承鄉方案 這樣的一個道理 那麼當然稅制的改革 尤其是在這個分配稅 稅款的這一部分 現在行政院的這個還沒有定案 所以部長 其實我今天要跟你講的是一個 觀念問題 因為內政部的業務太多了 我們今天只談地方自治的觀念 那地方自治其實要怎麼樣 國家最大 我在這裡不知道講過幾遍的 最重要是國土規劃 下來是所謂的區域治理 或是區域整合 最下面才是行政區域重劃 那現在內政部還有整個行政院 都在做什麼 都在做行政區域重劃 直轄市一下變六個 然後其他限制就越來越少 然後經過統籌分配款 這樣的計算公式下去以後 窮者越窮 富者越富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那這個情況 就不是我們地方自治 推動的基本概念 跟基本精神 不是這樣嗎 我想這個公式 是啊我們會 將來在有機會討論的時候 我們會來表達 所以啦 我其實要告訴你的就是 地方自治的概念 你們要重新思考 中央跟地方分權 憲法裡面規定的非常清楚啊 中央有什麼錢圈 地方有什麼權限啊 你們過去是管太多 而且不該管的管一堆 然後管到沒辦法 大家都搶著要錢 所以你們就設計一個計算公式出來 然後就搞成這樣 來回到前面那張圖 那張管線圖 好來來來 部長你知不知道這張是什麼 我知道嘉義的那個 就是我們嘉義市的管線圖 在高雄氣爆之後 我召集了所有單位 我把嘉義市的管線圖畫出來 我把嘉義市的管線圖畫出來 包括瓦斯 包括油 包括甚至有一些石化 那我們發現其中裡面有一段 很有趣 因為嘉義市跟嘉義縣的水上是隔壁 那水上有一個空軍基地 所以我們從嘉義市到嘉義縣的水上 有一個所謂的管線 都是來送石油的 那我現在請教你 我可不可以比照高雄市政府 我設一個嘉義市自治條例 要求軍方要付 每年要給付這個嘉義市 這個管線的用途 還有管線的費用 可不可以 我想這個大概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地方自治的問題 管線管理歸地方 對不對 管線管理不歸中央 但是經過統籌分別款的設計 這個問題 高雄市政府的這個自治條例 不是一個單純的自治條例 高雄市政府的這個自治條例 就影響到你們整個行政院 對中央跟地方分權的概念 是怎麼處理 這個是你們要處理的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告訴你 我沒有質詢你任何的內容 我只告訴你一個觀念 如果你們再繼續堅持這樣的觀念 台灣永遠造成一個國家 兩等公民 我們嘉義市就是窮 我們嘉義市就是小 我們嘉義市就是沒有營業事業 所以我們嘉義市就永遠窮下去 問題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部長你可不可以答應我 這個部分你們會嚴肅以待 不是跟著行政院說 這可能有違憲 那違憲在哪裡啊 所以我想我們會反映這個 剛才您所說的 從其實大家是在前的方面 這個部分要嚴肅以對啦 要重新思考什麼叫做地方自治 來 部長我再請教你另外一個問題 是 這個其實很多委員最近在講 剛剛盧嘉誠委員也問到 這個總統選舉跟立法委員選舉 要不要合併這個歸誰管 中選會 應該是中選會 這是選務 選舉的日期是選務 那是不是中選會委員決定就是決定 過去都這樣 那所以說 沒有說立法委員可以來改變這個事實 沒有 過去也沒有改變 因為選舉日期就照你們講 你們選證選務一定要分 那選務歸中選會管 所以中選會決定就確定了 對不對 那有沒有可能說 立法委員要求中選會要改 然後中選會就改了 不知道嗎 還是要看中選會嘛 對不對 好 那這個也跟內政部無關吧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跟執政黨一點關係都沒有吧 沒有 那你們知不知道 有執政黨的委員說 到底要不要合併選舉 要聽執政黨的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 我不曉得 昨天報紙有登啊 呂學章委員表示 黨團決議 黨團決議什麼 決議 那個中央選舉 包括總統選舉 跟立委選舉 要不要合併 應該聽執政黨 你認為這個序是不是胡說八道 是不是胡說八道 還是歸於中選會委員 決定就決定了嘛 對不對 對嘛 不是過去都這樣 法規是這樣嘛 選務事項本來就歸於中選會 所以是中選會決定就好了嘛 不是執政黨決定嘛 對不對 那現在如果有立法委員要求你 內政部 要主張起來 說這個我是選政 我要干涉 所以我要 我要把這個改變 可不可以 他不是我的職權 不是你的職權 所以你也不能做這樣的動作 你今天在這裡答應了 絕對不可以做這個動作 謝謝 好 謝謝 好 我們現在休息十分鐘